阿拉优优独播剧 阿拉优独播剧 没有尺的钥匙是不行的 这些钥匙尺就是条件 也就是我们学习 必须要贯彻这些条件 第一个条件 必须要认识 也就是知道 什么是 没有尺的意思 同样我们还要作证 莫哈尔莫德 是阿拉的奴仆 是阿拉的使者 我们必须要服从阿拉的使者 服从他所有对于我们的命令 我们归信使者所传达的命令 我们要认识其中所表达的意思 我们崇拜阿拉 通过阿拉 启示给使者的方式 也就是通过使者 传达给我们的方式 去崇拜阿拉 不能产生任何异端 我们所学习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要认知 拉伊拉哈尔拉拉的 拉伊拉哈尔拉拉的意思 它的反义 也就是愚昧无知 第二个条件 就是 也就是忠诚于阿拉 如果一个人犯了大的举办 他的信仰就消失了 同时对一个穆斯林 必须要诚实地念 拉伊拉哈尔拉拉 诚实地去念和知情 拉伊拉哈尔拉拉 和这个诚实的反义 也就是虚伪谎言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完全地接受 伊斯兰的教法 不能有丝毫的不接受 也就是所有阿拉拉所启示的教法 作为一个穆斯林 都完全地接受 还要完全地服从 不能抛弃任何阿拉拉的命令 还要做一个穆斯林 还要对阿拉有特别的喜爱 不能把这种喜爱和喜爱 任何被造物等同 或者以至于还不如 那就不行了 还要否定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否定 对阿拉以外者的任何崇拜 认知的反义 认知是无知的反义 忠诚是举办的反义 诚实是说谎的反义 完全地服从 是不服从的反义 接受是仪器的反义 喜爱 还有否定所有 对阿拉以外者的崇拜 必须要棍彻执行 信仰 俩一俩哈伊朗拉的 这些条件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感赞 调养重视级大阿拉 愿安拉赐福安宜 最尊贵的先知和使者 我们的先知 摩罕默德迪西家眷 与追随者